哈喽各位网友大家下午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美东时间7点半 现在呢下午差不多5点半左右 目前太阳快下山了 所以趁着还有光线的给大家录一点室外 有网友反映说这个室外好像觉得不是很喜欢 但是我想跟大家报告一下 其实在户外拍也是很辛苦的 因为有很多蚊子呀 而且还要考虑一些交通的一些风险 所以我只希望给大家一个在室内的环境当中 有一个新鲜的体验吧 所以各位且看且珍惜 好吗 也希望你们多多提意见 那么今天呢 主要想把周一的一些热点给大家做一个报告 首先是今天的股市 今天本来呢是在中国的话 应该是国内的叫清明节的一个假期 所以中国股市是修饰的 但是像整个欧美的市场呢是大涨 那有人就说这个原因就是因为 因为疫情的爆发的数量增长相对减少 所以会大涨 可是我呢并不这么看 我感觉风险还是比较大的 只不过是照例来讲上周大跌嘛 对吧 大概这个周一会有一个反弹 可是我觉得还是不建议大家来手 所谓的抄底 因为最终我觉得股市的稳定的上升呢 一定是要等到就是各个国家相对 疫情整体比较稳定 或者是说 川普现在奉行的一个政策就是说 让美国公民赶紧回美国 每个国家相对封闭以后呢 可能股市会相对的企稳 所以目前情势没有清晰的情况下 那大家请不要盲目的入市 那么再来的话呢 就是聊一聊关于这个上网课的一些情况 先讲一个段子吧 国内我看到有个段子非常有新意了 就是说家长他说呀 根据现在咱们孩子的成绩 和目前这个咱们俩的收入的状况的趋势 孩子将来啊 很可能会去扫马路 就是可能整条城市的街道 都是归我们家孩子少了 那么另外就我家长跟帖说 根据我孩子现在上网课的情况呢 我觉得他们俩应该是同事 第三个家长就说呢 他说麻烦你们俩孩子少地 说把地上扫干净点 因为有可能我儿子呢会睡那边 这个是一个调侃呢 反映一种悲观 就是现在的经济情况 和咱们这孩子将来的学习成绩呢 有一个担忧 其实说到网课呢 我自己也很想吐槽 因为在美国这边呢 现在也是全面开始时间上网课 主要是上这个叫Zoom这个APP 就是Zoom这个APP 我觉得它的设置很繁琐 而且很多时候跟学校里面 登录的账户名啊 密码啊 还有一些路径都不是很清楚 而且还涉及到一些 操作系统上面的一些差别 比如说什么浏览器啊 什么手机啊 Pad啊 PC好像都不是特别兼容 那么很多人之前呢 就是想以 就是说 就想象中去这样子 去炒作什么呢 Zoom的那个股票 Zoom 之前也是最高到了 差不多160块吧 现在大家跌到120块 我觉得这个是极不理智的 因为大家想一想 凡是你们都看得到的那些机会 比如说 现在美国开始做网络教育了 教会开始用Room来进行这个网络查经了 包括那个一些企业用Room来办公 可是恰恰是这样子的话呢 反而它是不会涨 因为庄家会趁机收割散户嘛 对吗 而且那又有人又说这个Room呢 好像它里面的开发人员 基本上都是那个中国的科学家 所以好像就是要打压 所以说是不能涨 我觉得这个也是无稽之谈 基本上 我们在发生大事的时候呢 一定要区分出一些 人为的这种情感因素 跟现实的因素 两个的这种纠缠 尽量去避免一些情感方面的因素 比如说是不是因为中国仇视美国啊 所以就故意打压 打压这个Room的价格啊 对不对 基本上大家还是应该从客观的市场的这种调节去理解 无非就是说 有中大利好的时候呢 那基本上股票可能就会开始下跌 对吗 如果有一些谣言传出的时候呢 股票就会上涨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呢 也可以给我留言 我这边现在也有一些炒股的一些小心得吧 给大家做一点分享 总体来说 我觉得如果你觉得自己在国内的时候呢 并不是什么科学家呀 也不是什么就是好像专业人士 但是对炒股比较有兴趣的话呢 美股其实是真的是一个机会 因为坦白讲 在美国这边呢 很少有人去看什么各种图啊 什么大蜡烛图啊 趋势图啊 大家都是很平和的 根据公司的这种业务的状况 去进行一个投资 很少有人会天天去抱着那个图表来看 所以说如果在国内 炒股就比较厉害的朋友的话 你可能可以了解一下美国股市 或者说通过一些第三方软件 不仅仅是去炒 你可以通过一些虚拟股票嘛 去试试看 总体感觉美国股票呢 还是一个game了 还是蛮有蛮有趣的 至少现在家里面又没有上班 对不对 可以来了解一下 那同时呢 根据看美国股市的这种 基本的简报公司的介绍呢 我个人觉得也是一个非常好的 学习英文的一个条件 最起码你会知道 这公司是做什么行业的 创立什么时候 有多少员工 大概的投资回报 大概一个行业新闻 推荐软件呢 是叫做那个Robinhood 大家可以去下一下 非常简单 非常简洁了 一方面呢 看一看这种股票的涨跌 一方面学英文 我觉得最好的学习的老师呢 就是你的兴趣 如果你对股票感兴趣的话呢 我想这个时候学英文 是一个最好最好的方法 而且了解一个公司的 一个公司的背景和简介呢 当然也是很有利于 你去学习一些商业的一些技术 比如说公司怎么介绍呀 它的管理层是什么样的人呢 有什么策略呀 行业内有什么大的新闻 所以很多人来问我说 学英文的技巧呀 有什么老师啊 有什么看什么材料 我觉得那个都是虚无缥缈的 因为跟你没有关系 对吗 只有你当时觉得 这个事儿 跟你的赚钱有直接关系 你就会充满无限大的兴趣 所以今天的第一个小建议呢 就是可以关注一下股票 大家可以学习一下英文 那么说到在线教育呢 我个人觉得真的是 也很坑爹了 因为它实际需要 家长的一个时间去督促 但其实我们都知道 特别对于学龄儿童来说呢 你让他去上那个在线教育 其实虽然说他在上课 可是大人还要花 同样多的时间 所以有的时候 我觉得会很耽误我的事儿 你要去准备呀 开始要去帮他联网呀 还要检查作业 所以我这边可以提个反对意见了 也并不今天非要要求 孩子们在家里面 都要去上那个在线教育 如果家长自己 可以去教一些中文呢 或者是英文 其实我想效率会更高 这是我个人意见了 在下教育虽然是一个很先进的方式 但是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 我自己来觉得呢 他可能更适合成人 就是很有那种学习 主动性的成人 可以去主动求学 但是对于孩子来说 特别是这种 teenager 哦天呐 我觉得那个真的是太折磨了 所以为什么不给大家一些弹性呢 如果家长觉得自己可以教 我觉得完全没有 必要去follow那个schedule 对吧 那么再来看今天环球时报 还有今日头条呢 都有集中的报道 给出了一些非常搞笑的题目 就是什么川普慌啦 川普撒谎藏不住啦 一大堆 说川普一大早就发出那个两个推 叫做隧道尽头就是光亮 还有就是说美国坚强 但看起来这两句话呢 就是说比较 是一种宣誓呢 但是也反映出一种内心的怎么样 一种无助吧 可是我想说作为一个总统 此时此刻在没有新的疫苗出来之前 在没有进行到了那个 拐点之前 他能做的也只有这些 至少说他周六周日都没有休息 对吧 作为一个国家领导人 也是密集的工作 我觉得他反映出来这种精神 跟这种信念 我觉得还是可以称赞吧 因为你真的不能对他克服太多了 对吗 再来就是之前有报道过的那个 美国的医疗船 海军那个Navy的安慰号 之前我也说过 他基本上更多的是一种 象征性的那种意义 或者是一种振奋人心的一种武器了 因为之前有报道说 这座安慰号 他实际收治的这个病人呢 目前好像大概只有14个 还是反正不到20个吧 因为我们也知道 这个医疗船 他其实也招架很昂贵 里面的医护人员呢 设备都是非常贵的 你其实很难 把它完全的投入来怎么样 去收治病人 因为你很难的控制 会不会病人影响整个船上的一些风险 所以基本上 我觉得用船来做医疗 这件事呢 是一个很好的创新 它的初衷是保护了这些岸上的人员 但是各位有没有想一想 一个移动的这种密闭空间里面 就包括像航母 它会更容易传染病 对吗 所以这个船 的确是一个象征 整体美国的军力 医疗 然后人员服务的这种 一种高的水准 没有问题 可是在实际运用当中呢 确实你要考虑到船上 人们的安全 跟它的健康 所以目前这辆船的使用呢 是不太的这个饱满 我觉得也是一捞之中了 大家真的每次也不要去 一面倒的说 你这样去骂那个什么船不对 中国人也会讨厌你 美国人讨厌你 我觉得其实没有必要这样讲 因为我们只是希望 通过更理性的分析 找出更合理的方法 也不建议说 好像是说你可以改变世界 你可以改变什么总统 只是说作为一个普通的公民 普通的一粒沙子 对吗 我们可以去 在这样的 紧急的世界上面 有一个思索 对自己有一个提高 这个事情我觉得 应该是有意义的 对吗 那么 最后说来就是 还是一个强调 我们的户外的运动 对吗 因为 其实 不管是人 包括是各种动物 你在家里面关太久 肯定是会有问题了 就像美国现在 这边进行禁主练之后呢 说这个家暴的 这个案件呢 提升了20%多 所以 大家真的有必要这样子 去坚持吗 抽空多跟孩子啊 家人 特别是老年人 出来 走一走 呼吓新鲜空气 增加一下抵抗力 那么今天呢 我也抽空去了一下 那个 咱们中国的 在 DC首都的 中国的签证中心 跟大家报告一下啊 它是这样子 就从疫情开始 从3月23号开始呢 它的工作时间调整为 早上7点半 到下午2点半 中间没有休息啊 这样也很人性化 这边需要点个赞 方便大家的办理 之前是9点半 到下午2点半 中午休息一个小时 可是今天呢 又有一个新通知 就是目前从4月6号开始 今天清明节是休息嘛 但是之后呢 所有的中国护照的renew和签证呢 都暂停服务 需要发邮件去签证中心 做一个预约 所以这边跟大家报告一个 虽然是一个 一个变明消息吧 不要再去白跑一趟 大家可以把你的这个 紧急情况发邮件到 Visa 然后是office 就这几个字啊 Visa V-I-S-A-O-F-F-I-C-E VisaOffice.DC 就是华盛顿特区这个简称 VisaOffice.DC atGmail.com 去预约 好吧 这样子跟大家解决一些时间 因为我们都知道 你跑一趟 这个签证中心 早上很很早 要停车 停车一次十块钱 去了之后又找不到人 对吧 这样很麻烦 所以你们可以预约一下 应该是会集中来办理 那么之前已经办理过 护照或签证的这个朋友呢 可以就是说根据 这个新建提示 去集中领取这个事 所以大家也可以广为 广为告知一下吧 就算是在疫情期间 大家相互有一个 信息方面的一个交流嘛 对吧 另外的话 各个超市呢 目前其实货品 基本上百分之八九十 还是会有卖了 那么但是 特别是老外超市 会有一个人流的限制 基本上每个 每个时段超市内部的人 大概不能超过 三十个四十个吧 那么中国超市里面的东西呢 还是比较多了 看起来比较少的 就是像牛奶呀 鸡蛋可能是比较少 其他的那种干货 还是比较多 然后超市里面呢 也有做一个 那个塑胶挡板的隔离 包括邮局 超市 银行 都有 所以大家呢 也不用太担心了 基本上自己戴个帽子 戴个口罩进去就可以了 然后呢 今天DC的马里兰的病情到了差不多是四千例 死亡的话也差不多一百多例了 希望大家能够尽快的就是继续自我隔离吧 然后也是关注这个病情 希望DC可以尽快恢复满血恢复吧 然后我这边有什么新的消息呢 也会跟大家去聊 因为毕竟我还是可以经常去走动一下 最后呢 把这一片风景献给大家 希望给大家在家里面的这个生活呢 平添一丝丝的这种 一丝轻松吧 然后还是那句话了 就是这个封闭期间呢 确实是有难过的地方 但是也有机会去学学英文呢 对不对 看看股票 然后或者是跟你的朋友同学 联络一下感情 对不对 希望大家就是所谓的事业上面 可能有一点停滞 其他地方有一点收获吧 今天就跟大家聊聊这边 希望大家喜欢 我们明天再见 谢谢 谢谢 请搜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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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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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